台中一名灵性商人是花了955万元 购买位在东海商圈的一栋透添错 95年后他才从邻居口中得知 他所买的房子其实是凶宅 因为曾经有女外劳在屋内寻短 时而他的房子不容易经营跟出租 要求原屋主要赔偿 法官也认定屋内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属于交易上重大瑕疵 影响到了房价 所以判处原屋主应该要给付 灵性商人四分之一的房价 也就是238万 位于东海商圈的这栋透添错 一楼好不容易出租给餐饮店 出租转卖如此困难 全是因为这是洞兄宅 我来的时候就是他来住而已 你来的时候就他住了 我来的时候他那里是空着的 然后就就他来住 邻居只说这栋房子整整空了一年 五个月前才出租给外国人 更说这栋房子在十几年前 曾有女外劳在屋内寻短 但买下房子的灵性商人并不知情 我帮我帮你租的 租下房子的外国人 虽然说不介意 但灵性商人可是很在意 当时园屋主用955万 把拓天错卖给他 一直过了五年 他才从邻居口中得知 原来这是董兄宅 一百年十二月 对园屋主祭出纯正心寒 由于时间没有超过五年 法官派园屋主要赔 灵性商人238万 就是房价的四分之一 鬼屋吗 是这样子吗 听说以前是这样 有的人会忌讳 台湾人比较会忌讳 兄宅难以转售的 还有将女保险员杀害 分尸了成金虎住宅 当时骇人听闻的凶杀案 妻子将房子转卖 原本前任屋主 买下要开佛具行 但迟迟没有动静 由于市价不到三分之二的价格 再转手 现在则是终于诊所 灵性商人买到凶宅 原屋主没有告知 导致难以出租转卖 五年后才知道是凶宅 法官攀陪四分之一的房价 弥补灵性商人的损失 中文字幕志愿者